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近日,关于爱奇艺网剧狐妖小红娘欧竹叶片男主的人选真的是各有各的瓜 从之前到现在,网传男主的候选人不下30人吧 被称为最毒的饼,前几天还几股传花到肖战和林更新 最近到寒冬军那了,寒冬军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演建筑三月要开机了,终于给出最后一个人选了 相信这次把酒不离时了,看看这阵容怎么样 女主,刘诗诗男主,寒冬军,女二,胡冰青男二,郑叶成 据说还有吴轩怡和胡歌客串加盟,律计二月中训官宣 自从上次一念观山刘诗诗合作刘雨宁之后 他的男主就就挺难选了,毕竟有些男演员不愿意和刘雨宁同伽 考虑到实际,刘诗诗36岁,所以男主不能太小 年纪不能王国欧主力95升靠,只能在85和90里面选 又要保持刘诗诗的范围,嘎位又不能低 那成熟的比较知名的这个年龄段的人选就很窄了 寒冬军也是有代表作的,五星法师还是耳熟能详吧 虽然后续法力没火,但是在娱乐圈还算是有演技的男演员 当S家项目的男主确实高攀了,但是刘诗诗这边不能压翻等各种条件 实在是两男下的最优选啊 寒冬军是唐人旗下一人 狐妖小红娘欧主夜片的制片人王毅许又是唐人粉丝 因此女儿是胡冰青也能理解 虎哥客串那是最锦上添花的存在了 这不是唐人组合吗?唐人的狂欢,主要配角都是唐人旗下一人 男儿正夜成目前是自己的工作室 93年生的他毕业于上戏,动作武打戏很不错 男主戏也演过,颤抖吧阿布当初也很火 去年的祝青好播出成绩比较一般 很多网友都认为让寒冬军单主演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对比起月红篇的阵容稍显不足 要不还是把陈晓叫回来吧 原本以为主夜片的阵容会在月红篇的基础上豪华加码 毕竟是要开发一个系列的 女主85花里的杨幂加刘诗诗都很能打 其他配角还有希望加经典老戏骨吗 你们觉得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